维多利亚港是香港一道绝美的风景 香港培桥中学就坐落在维港旁边宝马山的山腰 学校主教学楼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鲜艳夺目 这是一面在香港连续升起长达七十年的国旗 历经香港变迁与共和国统领仍不改初心 我们希望令到学生可以有外国之情 有布局之治 有强国之行 他真是启发他的外国感情 也希望引导他最难生涯规划 令到他有布局之治 最后希望他真是去参与祖国的建设大学 其实参与祖国的建设包括香港的建设 香港是足够一部分的 据培桥中学校史记载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 为了解决东南亚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 让他们了解中国国情 了解中国前途 成为中国建设的支持力量 叶庭英等人筹备建立了这所学校 命名为培桥中学 并引用不停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远在千里之外的培桥中学等世纪所学校 也于同日在香港升起了同样的旗帜 因为当时我们1947年48年 甚至一直在培养我们的学生 不只是教育他们 也鼓励他们回到祖国内地 去参与不同的建国事业 所以譬如我们有一些 第一届第二届的校友 他们都在建国初期 甚至在建国的过程中 他们都付出了他们自己 很多的辛劳 甚至是牺牲道校长 当时提醒我们培桥的师生 这是重大的意义 他说这面五星红旗的鲜红 是包含了有我们培桥 师生为建国这个事业 所付出的贡献 然而当时处于港英政府统治的时代 在香港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的港英政府 他就觉得他不是很认同 而且都是有点反对 我们进行这一类的活动 他认为是一个政治表态的活动 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修改了教育条例 禁止升国旗这种举措 国庆的日子 我们因为要升国旗 我们都要很小心去保护好我们的校园 曾经也都有汉马 譬如我们这一派外国学校 他们的校座也受到一些破坏 香渡中学 他在九龙那边的校座是被人是销毁的 当时的一个要进行外国教育 在港英的时代下面 我们是比较艰难 武汉界形容 当时的氛围是处于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资金不足 声援受限 教学设施没有保障 培桥中学在各方面受到了港英政府极力的打压 1958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的杜校长 就因为港英政府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他觉得反对我们进行一些外国教育 所以他是将我们的杜校长 是直接大界出境 他说发现了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是发现了一些书籍 轮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 那就是这些书他认为是禁书 不应该在校围里面出现 所以当时是直接将我们的校长大界出境 国家实力越强大 我们受到的压力越小 这是培桥中学全校师生共同的感受 中英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 一直受资金困扰的培桥中学 才有机会向教育部门申请资助 直至1991年 才得以成为第一批受政府资助的爱国学校 1997年香港回归后 特区政府及时任特首董建华主动提出 像培桥中学这样的爱国学校应该多办 培桥中学的发展从此走上了快车道 在2000年我们扮起了我们的培桥小学 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扮起了我们的培桥书院 是一条龙的 当时是第一家政府直接资助的 一个学校社 博地的一个直接资助的一条龙的学校 所以你看到回归之后 当然我们都是受到重视 也都是受到支持 这个都是我们的特区政府 对于爱国教育的一个支持 进入新时代 培桥依然初心不改 提出德 智 体 群 美 全面发展的理念 将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同时培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每一个城市 都有一个结队的姊妹学校 以便于让在校的学生走出去 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人文风情 去亲身体验内地科技发展 创新机遇 思考两地差异 取长不短 因为我想我们传统 就是我们的建校的初心 就是希望为培育更加多的年轻的子弟 就是为国家的发展 而去进行教育 今年六月以来 香港社会纷争不断 发生多起破坏污损国旗国徽事件 看到这样的画面 武幻节和在校师生十分同行 8月5日 虽然当时仍然处于暑假 但还是有数十位教职公级学生 自发前来学校 举行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山崎礼 武幻节希望此举 能给其他人做出一个示范和榜样 第一个要尊重我们的国旗 因为我们的中和民族建国是来自不宜的 现在人民的安居乐业都来自不宜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比较隆重的意识之下 同学是可以争议重置 去感受去反思 其实我们怎么可以保持好我们的发展的体制 你们胸怀祖国 我们为你仗台 9月23日 一直自行组织升旗队和骑手的陪桥中学 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仪仗队的官兵 整齐的步操 庄重的仪式 给在场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武幻节看来 当初在港英政府的打压下 几任校长都坚持爱国的办学理念 面对困难和挑战 越挫越有 在如今的香港 爱国爱港的理念更没有理由放弃 只会更加深入人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